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这个时代创造人文观念 人文价值 是吧 那难能去遵守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它是一个现代化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妇女解放 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的历史背景 本来不需要解放那么多的妇女出来劳动 当时革命你看看 妇女都穿成练龄装 剪着短发走上街 游行革命非常好 但是现在现代化的进步的发展 它带着这个问题 你怎么去解决这么多的就业问题 因为妇女比较辛苦 是吧 她要生孩子 要养育孩子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尖锐的 其实是非常尖锐的 这个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 我无法讨论 但是我就说李双双在我们文学史的一些作品叙述中 认为她是解放了这个妇女的能权 我对这个我提有一点疑虑 是吧 因为妇女解放 是不是说妇女出去劳动 那他们就承担非常繁重的 非常艰苦的劳动工作 就是对他们的解放 如果说妇女在家里 真的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是吧 妇女可以通过技术来调控 通过一些这种高智力的活动 她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 她这应该让妇女的从事这种智力劳动 是不是 从事管理男人的工作 而不是和男人一样工作 我觉得这点是大家 这是我的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不太赞成 有的文学史把李双双呢 小传的认为是这样 有些作品呢 那些理论的问题 在我的书中有些讨论 大家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 周立波的三乡巨变 我就不多谈了 没有时间 那么三乡巨变呢 有某种特点 就是它呢 沉迷对家乡的这种风光的一种描写 那么这是它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其实里边的阶级斗争的都不太激烈 这是我们需要进入去讨论的 所有这些描写合作化的运动 那些进步和落后的斗争 在当时认为是你死我活的两个路线斗争 其实那些都不是那么激烈 那么另外呢 我说历史的与经验的反映中国的生活 其实有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孙黎 那么他呢 在五十年代的写作的不温不温不火 像他的三帝的回忆啊 铁木浅壮 三帝的回忆是一篇非常这个朴实的小说 他就写一个干部到农村 他就写他四九年 要开国大点前夕 他看到这个从三帝来的农民身材穿着蓝的褂子 蓝的布 他由此回忆起在三帝的三年的战斗的生活 那里他写到一个少女 是吧 他在那里河里面洗脸 他在下面洗菜 或者他跑到他下面去 他还说他把他的水搞脏了等等等等 这个小女孩呢 写的这个少女呢 写的非常有个性 但是我说这部作品的意义呢 还没有完全被阐释出来 是吧 那么我给予他的阐释 我认为呢 他是写出了一种革命的友爱 就这革命的友爱 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 革命文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价值 这个价值迄今为止 没有在我们的文学史中给予过肯定 就在世界文学的一种关系当中 我们说爱情是一种永恒的主题 但是中国的革命文学试图产生一种什么 产生革命的友爱 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啊 就是他试图重建一种 人与人的一种关系 就是有一种革命的关系 革命关系是有爱的关系 这个关系超出血缘 也超出情爱 是吧 过去自然界的文学 他只会讲情爱 是吧 讲爱情 所以弗洛拜说 所有的民族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通奸 是吧 安娜卡特丁娜包法力夫人 是吧 这个全部算是红与黑 是吧 然后复活 所有 几乎所有 大家要不相信的话 去对象 这是一个公式 但是革命文学是什么 他要超出资产阶级的 这种情感 是吧 他要表达友爱 这是一种理想 不管你说他真实 也不真实 可能还是不可能 他试图去开辟 能与人的一种 新的一种情感的领域 这个干部和一个小女孩 里面根本没有写 她们是不是朦胧的爱情 没有 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暗示 是不是 没有 那也不可能 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 怎么可能爱上一个二十几岁 比她大七八岁的男的呢 有可能 天啊 有可能 这个我已经落伍了 我们那个年代 男女的年纪差别 只能大两岁 不能大太多 你们都是读过洛丽塔的 这很危险 这很危险 那是自然阶级的 自然阶级的感性 当时这个干部 可能二十几岁 这个小女孩可能十五六岁 或者十六七岁 也可能更小一点 那么 她呢 给她做一双袜子 通过这双袜子 她来表达 她们之间的感情 是吧 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进入她们的家庭 所以 我是希望 告诉你们 对文学作品的一种 另一种阅读方式 虽然我讲的是一个文学史 我就觉得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革命文学的 它完全有更多的产式的余地 是吧 你们在中学老师是教你们 主题思想 人物形象 怎么怎么 是吧 但是呢 我希望你们能从中发掘出 一种新的 一种素质 新的一种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是要放在什么 放在一个我们当代 学术的一种语境当中 它在什么意义上 它这种讨论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是吧 你比如说 我觉得它打开的是一种什么 是一个对于人的 一种有外关系的 一种重新的这种书写 那么这是它有意义的地方 是吧 所以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它 关于《填不全传》 我后面再谈 我觉得孙妮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这里就创业史 这是柳青 柳青呢 他为了写创业史 他在长安县黄浦春 落户当十四年之久 写出一部作品 他就是为了把这样一个革命历史 让它揭示出来 是吧 把自己的内心的 对革命的那种理想 对现实的那种理解 对文学的那种挚爱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现在的作家 是不是这样 一年写一部作品 有的半年写一部作品 有的三个月写一部作品 是吧 我们的网络写手 每天写三万字 是吧 然后一年赚一百万 这也不错 真的做得也不错 那么 但是那个年代的作家 那个年代的作品 他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确实是用他的生命 写出来的 那么柳青的创业史 我依然认为 它是代表着 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 我这样说 大家可能很不以为了 可能你们觉得 这个里面反映的主题都是错误的 是吧 合作化运动是错误的 合作化运动中 哪有什么两条阶级 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都是此需乌有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根据这些 我们就判断 这些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好 被称之为 这个 社会主义 革命文学的作品也好 他们就没有价值了 我是不这么看的 我觉得这样的看法也太狭隘了 我们今天来重读这部作品呢 我们可能 可以就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 在为现实建构 实在想象的 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它的开创性 当然同时呢 也可以在 中国乡头文学叙事艺术的 精湛意义上去理解它 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叙书 它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就是我觉得怎么去谈它的意义 第一 它回答了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文学 和资罕阶级文学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和现代的 中国文学不一样的地方 它就是要回答 现实的 急迫要回答的问题 当时就是农村存在着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 以及由此产生了矛盾冲突 就是分了田的农民 他们想重新成为父母 那么这样的话 土改革命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把地主打倒了 那要产生新的地主 把过去的富人财产分完了 是吧 现在产生新的富人 然后又有新的贫困 其实你发现在农村 过去那些发家致富的地主和富农 他们生产上有一套 是吧 他们算盘会打算盘 脑袋非常清楚 那么地主永远是地主 你贫困没办法 你永远要当贫困 一般贫固农的 它都是村里的 一般农民有家里 比如说遭了天灾人祸 是吧 有病人 然后有什么什么那个 现在在农村也是这样 你不会打算盘 我们说 吃不穷穿不穷 打错了算盘就会穷 是吧 这是我母亲的 总是拿这些金科玉律教导网 我母亲呢 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 她16岁就当管家 16岁就要管一家人的事 就是说家里有30几口 甚至多的时候 40几口能吃饭 这一天的生活 是由她来安排的 就是说她脑子好 但是土改之后 农民完全是按照过去的 地主的那一套来生活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不能走那条路 创业史等等这些作品 她在三里湾 她都反映了这种 这是真是穿着的情况 当然她不是两条路线 两个阶级的斗争 是吧 其实是很简单 农民他有土地 他想致富 那么军贫富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共产革命的出发点 就是要军贫富 那么又要产生新的贫富差距 那你这个革命不白搞了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作品 它也反映了那个时候 中国革命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如何继续革命 所以关于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斗争 是一个继续革命的问题 是一个对继续革命的想象 对继续革命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的想象 照顾里的小说是回答现实问题 但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 柳青要回答的问题 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 是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 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 柳青自己后来解释 这部小说的主题 这是要说明这样的真理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 社会主义革命 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 各阶级人物 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 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长期以来 这种思想主题被认为 主题的历史深度 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实施性 但这是其他文学史的评价 我在这里做一个因素 从小说叙事来看 也确实可以看出 做着以开阔的视野 突出显示的 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 所以小说是抓住主要的矛盾 设计两条路线 两条道路的斗争 以此为主展开线索 来展开具体事件 所包含的矛盾冲突 所以这样的使小说展开比较大的生活画面 它不仅涉及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 也涉及到了这样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 所以它通过梁生堡和改霞 改霞一直爱着它 但是改霞要去参加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那么通过它来展示的另一个层面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就是如何为现实创造政治想象来理解 我觉得这样才能把握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意义 所以当时是中国革命遇到了 继续革命遇到了重大的问题 是吧 那么如果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 中国社会还出现两极分化 那么私有财产观念又重新扎根的话 那么等于中国的革命 共产党的革命 它没有合理性 是不是 没有合理性 所以毛泽东他要在文化大面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是吧 那实际上呢 在五六十年代 他一直要追究的就是如何反对这种私有观念 私有观念当时把农民叫做小农经济 是吧 小农思想 是吧 但是呢 实际上私有观念到今天为止 还是人类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 是吧 私有财产 大家知道自由主义经济 它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原发的概念上 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是吧 这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 没有这个 资本主义无法建立 但是私有财产这个观念呢 在五十年代曾经一度又重新排统 这里关于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塑造高度概括现实想象的英雄人物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看看 主要是梁森堡这个形象 那么这种形象是不是高大权 是不是概念化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理想化的人物 需要这种形象来支撑起继续革命 支撑起革命的这种未来 是吧 需要梁森堡这种人物 承担起带领农民 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但是这个作品呢 我觉得创业史呢 它写中间人物 与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梁三老汉这些形象 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 它写得非常的出色 其实这篇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 姚世杰和素芳 就他对这种心理的描写 对一个富农的 他在那个刚刚被土改完了之后的那种精魂未定 他又做起了发家致富的梦 那种心里写得非常的 那个 然后这个素芳呢 叫这个姚世杰是远方姑父 那么姚世杰呢 素芳呢 他被强奸过 16岁的时候被街上二流子强奸过 然后他就嫁给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男的 到姚世杰家里去做工 就伺候他老婆做月子 姚世杰又一次把他强奸了 然后那种心理 那种复杂 女性受损害的 那种心理 那种变化 微妙 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非常透彻 现在的作品都很难 把那种形象写得那么的一种透彻 所以可以说 甚至于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丰富性 可以在这部作品中看到 所以我说 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涉及小说叙事和结构 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的现代性极进政治 在文学上极进化的表现 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 也是历史化的理想之作 所以如此可以说有概念化的文学 它可以有效地展开历史实践 这本身主义说明 中国的现代性激进化 强烈地要从文学那里找到自己的影像 那是一种召唤 又是一种自我论同 文学为激进化的革命想象 提供了充足的范本和必要的抚慰 那么关于这一段 我就先谈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